我来台湾已经四天了 这四天 去了哪些地方 去了西门丁 龙山寺 然后二二八公园就是这里 然后 还有罗斯福路很长的一段 我都好像有一段二段我都走过 特别长 然后还有温州街 永康街 师大夜市 还有中正纪念堂 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 比如说故宫 士林关底 博富经典馆 101 淡水 九份 阳明山 还有好多名人的故居 我也要去一下 然后还有成品 我可能要去买书 暂时就这么多 因为我觉得台北是一个非常适合去冒险的地方 我第一天来台北的时候 我住的那个旅社的老板就跟我说 希望你在台北的冒险精彩 哈哈哈 对 对我说为什么是冒险的 然后我现在明白了 就每天都有奇遇 哈哈哈 对 那比如说第一天有什么奇遇呢 26号来 嗯 让我想一下 第一天我好像就在 就在旅社周围 然后 第一天来 就刚进旅社 就 老板 嗯 她叫凯雷 是个女孩 嗯 她完全 任何话都没有说 她一看见我进门 第一句话就说 回家 然后我说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说 我当然知道 对 就 她 可能 算好我什么时候下飞机 然后什么时候可以到 呃 她在那里 然后 然后我进来 她就 可能已经算好了 那个人 就应该是我 所以给我 就 这是台北给我留下的第一名 然后 然后 今天我来台北还看见了彩虹 这边 非常满的行李 哈哈 然后第二天就碰到了 您 呃 我是在这里 就是 看那个228的 纪念馆外边的 那个 填满了遇难者 照片的那个 墙 然后看到 您在那里 吹 嗯 对 然后我们就 睡了天 然后还认识了 您的先生 嗯 我觉得 您和您的先生 给我留下的极其深刻的印象 嗯 我觉得 就 就 就让我在台北 有这场温馨的感觉 对 好的开始 对对对 我希望接下来 我还会在台北待一个多礼拜 我希望接下来 还可以有期 对 对 那那个是礼拜四的事情啊 嗯 一直接着礼拜四 礼拜五有什么奇遇了 礼拜五 就是昨天 哎 对 昨天 昨天去中正纪念堂 昨天还好 昨天就逛了一下中正纪念堂 然后去 嗯 然后跟我同学去 采访一个 在台湾很有名的 电影 制片人吧 也在说 然后 晚上跟他们去吃 日本料理 嗯 那家日本料理非常好 嗯 我觉得那条鱼 是我昨天的奇遇 哈哈 对我们都觉得那条鱼太好吃了 哈哈 怎么样那条鱼 你觉得这么好吃 我已经忘了那条鱼 叫什么名字 嗯 但是那个 那个 是真的还是炸的煮的 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 嗯 这么严重 对是日本料理 然后那条鱼 应该是烤鱼 对 但是它的那个食材非常新鲜 嗯 然后我觉得它那个味道特别好 不知道它 它是怎么弄的 可能调料比较好吧 很好吃 很好吃 就是应该是我来台北吃到的 最烤的一条鱼 哈哈 好 那谈谈今天吧 哦 今天我跟您 我们两人今天 然后干了很多事情 早上 早上我们去做了好早 还没有吃早饭 然后我们就去做了拉筋操 因为我颈椎不太好 然后做那个拉筋操 对身体可能有好处 因为年轻人嘛 都不爱活动 你知道 人都是这样 到了老年的时候才会想起来 要锻炼身体 我觉得非常好 我觉得 嗯 如果我以后能够坚持下来的话 以后都可以这么早起 我平时如果没有吃的话 一般10点以后就起了 哈哈哈 然后坐在拉筋操 我们去爬南港山 不是南港山 四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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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寿山的古山 嗯 我之前就知道 我也想去 然后今天去以后 我觉得 环境很好 空气很新鲜 可能是早上的原因 嗯 晃山以后下来 我跟您还有您先生 去吃早餐 嗯 嗯 哎 早餐我觉得也很棒 哈哈哈 对我觉得早餐吃得很好 然后 午餐就可以少吃一点 那个是素食的早餐 是青州小菜 对 但是我家的肉松 对 因为我们经过一个满式肉松的这个小店 那正好是我游泳的这个游泳 那我跟他打个招呼 居然他就冲出来拿了一包这个肉松给我们 但是他明明知道我是吃素的 所以我想他想我这个朋友跟着我大概很辛苦 就送了一包肉松 对我以前就知道肉松 但是没有吃过 他没有吃过肉松哎 你看看 哈哈 对然后吃完早餐我们去 你觉得肉松怎么样 嗯 就是感觉 嗯 什么都没吃到就没了 哈哈哈哈 对 就没有肉的感觉 我觉得就像一个零食一样的东西 就有点像植物纤维一样的东西 对 味道味道很不错 看把它 我们看到他把它加在那个 西饭里面 对 然后之后我们去那个 南港社区大学 去看他们的那个成果汇报 嗯 那个也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因为内地也有类似的这种 社区大社区这种大学了 或者是什么老年大学 我也去采访过 但是我觉得 台湾这边可能群众参与的基金性更高一点 因为内地可能老年许多 然后女人许多 嗯 节目也比较单一 然后这边呢就可能 嗯 比较丰富一点 嗯 什么都有书码了 绘画了 然后种花花草草 然后做木 手工的木工活 然后 然后还有 草舞班 川普哥的这些 还有电脑班 哦对还有电脑班 哦对还有电脑 客家班 木工班 还有弄脚的 捏脚的 修水电还是什么的 修水电我没看到 我看到有一个 我看到有一个 修什么的东西 木工 木工 DIY母工班 对我觉得非常好 还有日语班 对我觉得台北这边的社区 人和人之间的互动更多一点 然后我也有注意到您在那里 就是跟好多人打招呼 我觉得这个好像在大陆现在 现在这五六年大陆已经 通过大陆已经就是 但是 人情会越来越淡薄了 你甚至不知道你的邻居是谁 住在你对门的 因为从来不见面 见了面也很简单的 啊你要出去 我到现在不知道 我家对面的那一家照顶 我们是在 我在南港设到 因为我睡就五年了 所以我在南港设到 有蛮多的渊源 尤其我在那边是公民记者 我一开始进入南港设到 就参加他们的公民记者的程序 所以那边的老师那边的同学 你知道记者都很活跃在那里走在一起 所以我们大家都认得了 然后我又参加了一些活动嘛 嗯 对 我参加小班 参加这个 那个演艺的那个 艺术老师班 所以 认识的人还不少 对 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很融洽 就我那天跟李先生谈的那个 就是常见李国鼎先生倡导的那个群体关系 就是除了我们李家所作的五轮之外 他把群体关系定义为第六轮 然后 嗯 我也看过一些资料 然后 说是 台北 还有整个台湾在这 最近的这二十年 在这方面 媒体在大力的畅导 然后现在已经 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和谐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 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社会应该有的状态 对 因为我们那边 大陆那边讲和谐社会嘛 我来到台湾以后 我的最大的感触就是 这里才是和谐社会 这里才是生态环境 这里才是宜居城市 我觉得我觉得所有的城市都应该是 学习台北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样板 嗯 它给别的城市的发展 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一个很好的模仿的对象 嗯 那 这个是找下 嗯 然后下午呢 嗯 我们去 呃 台北市市立美术馆 嗯 听了一个 呃 先是看了一个 就是关于那个生化武器 核武器的 嗯 应该算什么 展览啊 然后去听了一个讲座 嗯 是关于 嗯 怎么说呢 那个讲座我觉得 因为那边那两个字我不认识 哈哈 但是我大概知道 就是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 大概是讲 嗯 嗯 就是 从1949年 共产党把国民党 赶到台湾以后 嗯 就是台湾的这个地位 就是在国 不管是在国内 还是国际上的地位 都很尴尬 嗯 嗯 嗯 我 我 我个人认为吧 嗯 我觉得台湾 根本不需要担心这件事情 我觉得台湾也不需要担心 比如说 那么大陆会对它 有一些什么样的行动 措斥 因为我觉得 我一直是这么认为 我觉得 嗯 就拿台北来说 台北是一个 嗯 我不知道怎么描述 就是 我觉得 现在的台北的这些 人 嗯 还有台北的 整个台湾的这些 制度什么的 我觉得 人是不可摧毁的 对 我觉得任何都 不可能反对 嗯 我觉得 嗯 整个台湾现在 就是整体发展的方向 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就 虽然还有 可能 我们的市民 觉得好多地方 还不满意 但是我觉得 这些都 这些都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就好 对 因为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 但是 嗯 我个人认为 在大陆的话 我觉得 他们常说一句话叫 摸着死不过 嗯 嗯 我觉得 这句话就代表 我们还不知道 我们的方向在哪 我们 我们是在瞎摸 对 所以我觉得台湾 应该不用纠结这些事情 尤其是 呃 台湾实现民主权 选举以后 我觉得这很关键 我觉得 如果还是一党专政的话 很容易就被 不管是民众也好 或者是中国大陆也好 很容易就被摧垮了 但是 我个人认为 嗯 有一个人很重要 就是讲 嗯 我觉得 蒋经国先生 在 在这方面 应该是很远见的一个人 因为他当年 开放报警 我记得是1988年的时候 有人就跟他说 您一旦把报警开放 把整个媒体开放的话 有可能 国民党会亡国 然后蒋经国先生 说了一句话 他说 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对 我觉得很赞 我都不知道有这么一句话 您是什么 我是 我是从大陆的媒体上 哦 真的 对应该是大陆的杂技 要不就是互联网 你记不太清楚 对 因为 有 因为有这句话 就我对 这整个这一个人 就是 另眼相看 对 嗯 然后 美术馆之后呢 我们去 那个养老院 叫什么 就是 我们 后山匹的一个养老院 我们去了后山匹的一个养老院 然后去那里做护育 去看我妈妈 对对对 基本上 我今天一天都没有去看妈妈 所以 我就拖着她一起过去看一下妈妈 这样很累 对 因为我在大陆也 也有去过养老院 我觉得 台湾的养老院 总体来说跟大陆都差不多 但是 可能 没什么区别 就是 他们那里的工作人员 要比大陆的要热情一点 对 态度问题 态度非常好 大陆的可能 有一点冷冰冰的 其他都差不多条件了 嗯 其他都差不多条件了 嗯 然后 我们晚上去看了 我们 婧女的 那个 舞蹈 叫 抽屉人 嗯 那个舞蹈说的那话我不太懂 我也不太懂 对 所以 所以 所以我想 我 我可能晚上要回去上一下互联网查一下 因为 因为我这个人对艺术不是特别的敏感 我喜欢稍微直白一点的东西 我觉得那是现代舞 对 而且 我觉得那个 有一点依赖于个人的解读 对 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解读 但我在这方面有一点吃饿 我是觉得他跳得很好 对 我也觉得跳得很好 就是 演员的配合很好 嗯 然后 他们的那个身体 扶刃性 我觉得 非常到位 嗯 我试着解读一下 我觉得好像是 他好像是讲 好 我个人认为 我觉得他是不是在讲人和抽屉 他是不是把 人 寄居的那个环境 比较不足 一样 然后人离不开那个环境 然后跟那个 人和人之间 人和环境之间 相当地不成这个 有冲突 然后 有稍微 是缓和一点的时候 但是最后结局是什么 好像最后结局和开头 不好有个呼应一样 我是觉得那个抽屉哥们的感觉好像是一个人拥有的东西 嗯 他们在 为了这个 我 其实我不是很懂 在玩什么 我 我是觉得好像抽屉像那个人身上的一个枷锁一样 对对对 感觉上很好 就 怎么说呢 就好像 佛家讲身外物 在我的感觉 他很重视 对 他们摆脱不了那个抽屉 他们好像是不想摆脱那些身外之物 但是身外之物永远在他身上 对 就好像 对 就好像我们的人称一样 你想摆脱一些名啦 例啦 比如说 其他一些东西 但是摆脱不掉 然后就一辈子做了 我大概也是觉得是这样的一个 对 然后 舞蹈看完以后我们就来这里了 因为我觉得上次说要 上次做直播 因为 那最后 没有电了 那直播做完是做完了 那但是要储存的时候 然后因为没有电 因为准备到 所以我觉得很可惜 所以今天就再请你来说一下 而且我 后天就 我要去 七天的活动 所以 可能就没有机会再看到 哦 哈哈 我觉得 非常高兴 这样的东西 对 希望可以 如果你还有机会到台湾来 一定要跟我一起 嗯 因为这一次 因为七天以后 你也差不多要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就一定有机会再接 对我想 我想 我想台北应该是我还会来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去过中国 大陆很多地方 嗯 大概 除了台北 我还就是比较喜欢云南 丽江和大理 嗯 台北是我另外一选 我觉得我以后如果有闲暇的时间 或者很长的一段休假的话 那我会来台北 对 我觉得这里很适合放松 好 就 就 嗯 整个人 很舒服 没有压力 当然可能生活在这里的人 也有压力的 我们生活在这 当我们在 上班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压力很重 对 你可以看 因为我是一个外来人 对观光者 你是一个做客 我当然 我多不希望我是一个台北人 你不需要赶着上班 对不对 那当然是没有压力了 对不对 如果说 如果我们一个台湾人到了零南去 当然也觉得去哪里都觉得没压力了 对 OK 对 我觉得 一个上班族的人 有十天 我记得以前在上班的时候很傻 总觉得要多做工把钱 我们那时候休假可以换成折合金枝这样 很多人就不收价 不收价 多挣钱 对 多挣钱 现在回想起来 哎呀 是不是有点花不满 对 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你才有那个心情 有那个体力 对 对 而且真的 其实也是需要放生 但是 在那时候你好像 看不到这边 你看到的就是 哎 多一点钱 放在口袋里 买这个买那个 但实际上你买了以后 很可能放在那一辈子 或者说你根本就 没有用 没有时间去用的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你追求的永远不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我经常说我们以前的生活都是 就这样过了 可是现在退休了 很高兴退休了 可以做终于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所以我才有机会在那边碰到你 然后跟你聊天 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个缘分 就是如果今天我也是上班了 我体贴没有那个闲情意识 对 而且我本来计划是三成后来的 对啊 然后提前了 如果没有提前的话可能也看不到 对 三十号就是明天嘛 那明天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也不知道我明天打开会做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因为是一个非洲的状态 所以我们不太 不把自己设定我要去哪里 比较随心 对 那天见到你的时候 我们是从家里走路 从后三匹走到这里来 而且我们也没有事先说要走 只是觉得说好久没有 就想出门逛逛 就想出门逛逛 好久没有运动了 想出门走走 然后走啊走就走到二二八来了 走啊走就走 后三匹走过来了 也觉得这实在是太急了 太猛了一点了 对 大概七八站 对 很多站 一般人是不会这样的 但是因为很久没有运动了 所以想说啊 有 台湾现在是 倡导这个 一天走一万步 嗯 我不知道一万步能不能走到这来 嗯 差不多 应该应该 应该 早够了 一步大概是 七十五公斤 嗯 一万步七 七千五百年 七公里 七公里 哦那还 应该不止吧 差不多 差不多 那边过来就是 七八站 一站一公里 您注意一下 哦 差不多 OK 好 没关系 我们现在是 不是用那个 不是直播 哦 不是直播 但是那不是也可以 这没关系 我已经 我已经够那个了 哇 二十四分钟了 半个